37題乘上題 問我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選項A 要得到更多的氧氣要加入更多的雙氧水這個是對的 因為雙氧水是反應物 有雙氧水來產生氧 所以雙氧水越多產生氧就會越多這是對的 第二個 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是會氧難溶於水這也是對的 這是我們告訴各位 排水集氣法 適用於難溶於水略溶於水的氣體 所以B選項是對的 C選項剛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因為這裡面是空氣這個也是對的 因為 我們也告訴各位這是實驗的注意事項 說一開始的 氣體不要收集因為他是追行瓶裡面原來所有的空氣 最後一個制氧步驟加水目的可以吸收較多的熱量 避免追行瓶破裂這個是錯的 那這個反應呢雖然他應該也是一個放熱反應可是他並沒有放太多的熱 所以他並不需要特別把他熱吸收掉 我們加水的目的一方面有可以產生一點隔絕的作用 然後呢讓那個 減少氣體從 季頭漏斗中溢出的機會 同時這個水可以做一個指示讓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氣體產生會不會太快 所以呢我們的豬選項呢是錯的 因此呢我們就知道第30季的答案呢 應該選擇的是豬 治氧步驟中加水目的是可以吸收較多的熱量避免追行瓶破裂 這個敘述呢是錯的 我們在前面的程度上